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27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二个下议论节目 来接着谈谈更多的新消息和评论 一个是刚刚看到的 在这个疯狂网先发的 过一会儿我估计可能其他媒体会报道 发生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 第一点发生的是在叫永屋高速 永屋高速大同段 山西大同 在这大同段多辆汽车最尾 很多货车被挤压变形 11公里拥堵 给大家看看网上的截图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 因为中国很大 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 这说明什么安全事故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安全 就出门在外主要是生命安全 千万不要着急 不要抢行 那么按照规矩 交通规则来行驶 否则一旦出事那就大事 我刚才因为我没去过这个地方 我查了一下 这个永屋高速公路是什么呢 荣城到乌海高速公路 那么中国国家的高速公路网 起点是在永层 突经渭海 烟台 新河 烟台就是我的老家了 新河 东莹 等等吧 终点是乌海 全长是1770亿公里 你看 这是个非常的繁忙 非常重要的一条公路 这个94年通车 成为烟台市第一条高速公路 就从这个起始段 从烟台开始 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了 所以这个外出的这个几乎就多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是一条消息 另外那个今天凤凰网还报道另一条消息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多地网友啊 深夜目击不明飞行物 怎么回事呢 说闪光那一瞬间呢 黑夜变成了白天 这是凤凰网今天刚刚报道 3月27号凌晨 河北北京多地网友发现 天空突然出现明显的亮光了 还有行车仪记录拍下了 疑似流星的画面 这个27号天文学家研究啊 告诉他可能是什么呢 火流星 如此明显的现象比较罕见 这是今天看到北京的网友在天空凌晨发现 这一回人眼尖呢 3月27号的10点10分发现了火流星 这是天下自然天下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新闻 一条是这个李显龙来到中国了 这次习近平心情超好啊 这个都纷纷来外国政要都来见他 习近平牛得很 3月27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带着他的太太到达广州了 未期期六天的访问 那边是马英九 说到了南京了 李显龙这个图片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凤凰网报道的 不能给人播放视频啊 人家是有版权的 到时人举报你 这YouTube网站规则很严格 否则人警告 这是李显龙来了 这是一条消息 在上个节目曾经讲到了 那关于马英九来 刚才讲了一半 详细再给大家分享 美国之音大牌媒体的消息啊 他讲到 这一次这个马英九来访 这个同时啊 几乎差不多少 蔡英文就要外访美洲两国 所以这个事是中共应该讲 中共精心策划的一个大的外宣 作为两岸关系紧张的一个例证 在马英九离开台湾前往大陆参访的前一天 轰杜拉斯宣布会北京建交 使台湾的邦交国啊 仅剩下了13个了 蔡英文总统本人呢 将从本周三开始展开 一次威胁十天的外交出访 在这之前 蔡英文在会上已经讲了 昨天我看了 她说 咱不和大陆进行什么金钱外交比赛 你们愿意养就养吧 但她没想这么直白 那么蔡英文除了访问台湾在南美洲的邦交国 委内瑞拉和贝里斯之外 还将过境纽约和洛杉矶 据说是蔡英文怕担心 就是说中共搞第二次特别军事行动 类似于像佩洛西上次来 所以她害怕 她就主动给 麦卡西打电话 说老麦啊 你别来了 来整个 晴天动地 她害怕 因为蔡英文就生了一年了 她当总统想平平安安的下来 你想她是女性的 她再怎么猛 这个 她和赖清德还略有不同 我认为 从胆方面 是不是 据说是这样 然后麦卡西就 顺根就留下来了 因为美国也不想搞得太紧张 说是这个 她将在纽约和洛杉矶 还和美国纵约议长 欧文麦卡西在内的 众多政要见面 说马英九将在 3月27号到4月7号 在大陆房子 行程包括南京 武汉 长河 重庆 上海 你看每到一个地方都是 心情超好 湖南 他的家乡 对不对 就武汉是武藏起义的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 这个 马英九把自己看得了不得了 因为马英九就是要马上 还要竞选 国民党主席 要选了以后就可以竞选 这次下届总统了 说不定能上来 共产党扶持他 花钱在台湾搞选票 选完马英九又好来了 来了以后 这个把台湾共手交给共产党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是我的狭才 还有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 复旦大学 和大学生交流 这是他首次到大陆 出技术 还和台湾的大学生 谈两岸交流 希望透过年轻人 是热情互动 改善目前的两岸氛围 更快的更早的和平 马英九在离开台湾的 桃园机场的时候讲的 今天我看到现场的画面 马英九一下飞机看到这么大的阵仗 迎接着马英九高兴的不得了 小腿飘轻的时候走下来了 还有俩小女孩最漂亮给她献花 你看在这之前 落地之前 我看到上海官员 特别有个女官员 你看那个 那个奸的样 不停的就是 也一会儿摸这个官员 一会儿拉那个官员一把 这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 叫做台办的领导 为上海台办领导 这些人看来是上帝交给她的任务 务必给老马哄好了 这是什么呢 来给咱拍马屁的 叫马英九也不是丢人的 但是你也要理解马英九的心情 为什么你想 这么多年来 没踏上37年 没踏上73岁才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确实咱想想如果现在让咱突然间 咱不抓咱了 还欢迎咱们回去 看看咱们的爸爸妈母的 咱心情多高兴啊 人往往到了老年了 越年龄大越 就是夜落归根了 思想心切 共产党就利用这套东西搞统战 习近平玩这个统战 你别说这么多部门 玩的是炉火存情 今天挺有意思的 这个美国之音比较中立 他说虽然作为台湾最大反对党的 国民党前领导人访问大陆啊 早已被台湾民众所熟悉 马英九这次前往大陆 还是在台湾引起争议 受到一些批评啊 这里还有一张美国资金的图 给大家看看 就是马英九这次来访之前呢 台湾老百姓的抗议 抗议的这个大照片登在网上啊 这个美国资金毕竟是大盘媒体啊 他报道这些新闻往往都采取平衡 各方面观点都有 他说曾经在台湾居住 工作生活的六四天安门运动领袖 王丹啊 王丹活了 王丹说呼吁马英九 在北京挖走台湾 又一个邦交国 洪格拉斯自己啊 应该断然取消原定对大陆的访问 马英九不听他啊 说在中华民国受到外来欺辱的时刻 你如果对台湾 单凡有一点感情 你如果对中华民主民国还是有点热爱 此刻都应该断然宣布取消访问中国的行程 表达对中共的抗议 表达维护中华民国的意思 这是王丹讲的啊 但马英九不理啊 马英九在桃园机场离境前 曾遭遇多名台独组织台湾国成员的抗议 因为在台湾这个民主的整体嘛 什么都观点都可以表达啊 他说这些示威者在机场举行记者会高喊 马英九丧权辱国的口号标 示威者一度和警方发生冲突 被警方带离现场了 说是与此同时 另外一些台湾这个统派组织的成员 前往台湾机场为马英九摇旗呐喊 你看打气 台湾现在分裂了撕裂了 你看这些人是支持老马 老马去吧 直奔共产党的怀抱多好 是吧 就是说两岸村南花开 两岸一家庭 这些马英九的支持者 是又蹦又跳又喊的 搞得挺热闹 他说这篇文章讲啊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这个马英九已经到了上海了 上海他改任改做地铁高速 高铁 然后前往南京 前往南京去建这个孙中山 但是他遗忘了孙中山过世前怎么讲呢 革命少未成功 同志冷戏努力 因为孙中山早就遇见到了 这个民主革命啊 很难成功的 你看现在成功留个尾巴 是不是啊 马英九也背叛了国民党了 现在开始跟国民党勾兑 这个你别说孙中山很有远见 知道他的这个气阵者的后代的国民党领导人 一查一查是什么 三草率变骂子 一代不如一代 和共产党一样 共产党三草率变骂子 是吧 你看过去出现了像赵紫阳 胡耀邦这样的啊 算是明君 你看到了习近平 整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北韩 北韩的升级版 是不是啊 小金山炮 你看国民党到了统治到了末期 共产党统治到了末期 他俩真是臭味相同 争到一起去了 这非常有意思啊 这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篇文章啊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更多的这个新闻 今天是这个海外的世界日报 发了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呢 科技新战场 美中海底电缆角力内幕曝光啊 这次习近平去俄罗斯是吧 跟普京两个就变成是这个结盟了 这个杜云文有一篇文章 过来给大家介绍 在这之前 他回来之后就发生很多事啊 一个是什么 他虽然声称是和平之礼 但是你看刚也回来 这个伊朗就是和美国发生冲突了 是吧 对于这个叙利亚美军基地哄一声咋了 无人机啊 美国也回击了 还有这个俄乌战场上 维吾战争升级了 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 轰杂这个基辅 刚刚不是和平自律吗 他这两个就勾兑的 然后在科技方面 脚力也开始了 昨天讲到抖音 不让他抖了 正在研究这事 这是世界日报报道 他说是国际光纜投标啊 美方再下一城 我们看怎么回事 他由于担心中国间谍活动 取得远近海底光纤电缆 传输的敏感信息 美国设法破坏了 由新加坡到法国的东南亚 中东西欧6号光纜 这国际招标啊 因为这个 通讯以前都是全球化嘛 和平的年代 大家都一起共用 共用 现在开始警惕了 就是这个海底电缆 他说击败了原本出价 较便宜的中国华海集团 而由美国的一家公司中标了 他现在中美角力 最终要在科技领域的啊 2月开始铺设这个缆线 这场决定未来数十年经济 均是主宰地位的美中科技战 现在第一轮就美国再下一城了 这还有一张图呢 讲着电缆 看见没有 你看这个海底电缆呢 靠这东西来传输信息啊 这是今天世界日报频报道 他说路途十二十四号报道 东南亚中东 至中东 至西欧 六号光栏 全长是多了一万两千里啊 连接十二国家 行径三个海域 即印度洋 预计二五年完成了 你看这个这个 同信各方面是吧 多么不容易 都在通底线 不要以为就是 手机一拿就打方便 是吧 都是人付出辛苦一切 现在改变了 这条光栏原本是以中国 华海电信出标 它是五亿美元 就投标它的价格低啊 仰慧就要胜利了 知情人表示 委托这条光栏的十个国际大集团 中国三大国影电信公司 美国微软 发过一个电信 橘子电信 结果最后呢 谁中标了 美国中标了 华海华海本是在2020年初就中学的 负责产制铺设这个光栏 在北京当局大力补贴下 华海的标价呢 就比其他公司要低 要便宜啊 但是现在也不能用它 这四年间 说亚太地区至少有六个民间海底 海底光栏 这个标案 美国政府出手 设法不让华海得标 因为你让它搞的话 它留后门 你看这海康卫视啊 据说它卖出出的这些监控设备 全留后门啊 就完蛋了啊 你将来你的家里 比如说你买的海康卫视 这个一些监控设施 是吧 监视器什么东西 它留后门了 这共产党太厉害了 现在全中国有多少个监控视频呢 我昨天看这个数字台湾媒体报道 6.2亿啊 吓死人 你讲解 李昂 这平均多少 你算算吧 就是以后中国已经是透明人了 好 他由后门留 都是说你只要买它这个 你家里按着监控啊 他什么都知道 他都到家里看 床内的时候都看清晰出手 这个中共太厉害了 说是有一个老外记者住北京的 他试验一下自己 要藏起来 随便走出去啊 多长时间能被抓 九分七分钟 他做了个实验 就公安呢 抓他就按照人脸识别和步态识别 七分钟就不抓 不过不管你怎么倒车倒来倒去 就共产党现在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了 这海底电来是一样啊 说美国为什么和他证据 因为这个不安全啊 他说强迫改洩露放弃铺设 而不让美中领土直接通现 东南亚至中东中西欧 六合逛来也在其中啊 他说白宫去年呢 极限专家说呢 曾经啊在这方面啊 能够就是协调一些关系啊 但是现在很难啊 海底电缆是 海底的缆线是美中科技竞争的重重之中 目前共有四百多条电缆在全球海窗 海底下有四百多条 传输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百分之十五 有电子邮件 银行交易的军事机闭 都在这个传输线上传输 所以谁铺设 谁留后门谁就行了 对不对 他说容易受到破坏和刺探 叫中国什么都干啊 主要是政治制度问题 所以什么时候把中国给灭了 全世界都像加拿大美国这样子 多党制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这些科技手段都很好 包括微信呢 包括这抖音 那当然好了 我看抖音都很好玩 还有微信都多方便 你问题 你让他这个这个集权统治 威权统治管这个事 他就用这东西来整人 这个东西可怕 所以尽快把中共灭了 全世界他们有和平 大家才能合作 这篇文章讲 华府秉持着遏制 中国科技崛起的战略 政府跨部 会组成这种电信团队 通力合作 让一家公司 能够后来去上 取得东南亚 中亚西游流电缆的标案 属于战略行动之一 这个应该是 Sabercom公司 能够后来去上 这里还有一张图 他说为了不让中国取得 这条电缆的建造铺设标案 美方对于参与本案的投资方 利用 利用及 VB 算管旗下 利用方面 由美国的这个贸易开发署 提供380万 80万元的训练军帖 给五家电信公司 换取他们取责的呢 这个 供应供应者 就 Sabercom的供应者 VB方面 美国呢 外交官警告 参与专案的外国电信公司 华府准备对华海基础严厉制裁 让整个投资的电缆开发案的心血 可能泡汤了 你看他们争夺的很激烈 商务部2021年12月 真落实这项威胁 以华海有益取得美方科技 触及中美解放军 现代化为余制裁华海 看来以后就分两个阵营了 你说你的生活阵营 不能合作了 但不能合作这个怎么办 这个都连在一起怎么办 你得切断互联网才行 自己一个网自己干自己的 他说安全警示 防止远程侦测切子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国务院高级官员证实 曾透过驻外大使馆 协助这家公司 Sabercom 赢得标案 包括警告其他国家 华海造成的安全风险 虽说这条揽线设在中国领土上岸 但美方相信华海可以在 揽线植入远程 征经设备 就中共在这些部门全有军警特协 他为什么害怕 你看他所有的公司 一般副手他都拍进去一个特务 所有的星级酒店副总经理 全是安全局的 这是我知道的 一般他都是有的是那个市委书记 市长的亲夫进去了 安排一个好工作 给你一个女长得漂漂亮亮的 在酒店里 这个书记市长有的时候可以到酒店和他 耍一耍 就这些事我都没有遇到过 你去找 你找这个领导找不着 找不着 有人就告诉你 我告诉你 找到在哪个地方 哪个酒店 在他亲夫的地方 马上就找了 找完了 我帮你联系 他就是在哪里 全都搞这套东西 哪个单柜他不想享受 他有这个圈 他都是这种吃喝玩乐 都是这套东西 所以他给他安排个安全局的特工 副总经理 你说你到那个酒店当副总经理 你说多舒服啊 晚上就知道歌挺唱歌 白天喝酒 中午就有饭吃 见你这个红男绿女的迎来送往 谁不愿意找这么工作 一到月底一开工资 好几万啊 我天 是不是啊 还养这么些人 这个制度很可怕 真的 我是太了解了 东北我都走过边 我不知道吗 咱到哪个地方 都是要采访当地的书记 市长 他们都在香港做宣传 倒不是我重要 文汇报这个照牌重要 你去了以后 你就看找他的秘书 等书的秘书跟你讲 哎 我告诉你在哪地方 你别说我告诉你 就在那个地方 你要采访他 你就到那找 你到总裁一问 果然领导在开会 开啥会 是吧 这些破事 说是 这篇文章讲 虽说这个 这个揽线设在中国海岸上岸 但美方相信 中共担心 中共有后门的意思 说2020年2月 这个公司 叫Sauberkong 宣布取得那条电缆的 兴建合约 中国电信以中国移动 原本合计可取得 20%的电缆所有权 但这家公司 合约承包商 北京不准两家电信参与 于是撤资了 只有中国联统留下来了 中美两国 现在彻底就完蛋了 走向敌对了 将来开打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来看另一条消息 哎呀 现在开始开抓了 习近平领导下 没有别的办法 就抓人 你看 今天发广报道的 说是这个 被中国当局指控一名在北京 被拘留的日本男子 说是特务 涉嫌间谍活动 又抓人了 习近平就这点 不行 人之外交 我把女人抓了 日本该生气 说他为什么抓日本 日本不现在和美国勾兑吗 是吧 他说东京当局呼吁北京 尽快释放这位日本国民 法新社报道的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3月20日在历生记者会上说 这名日本公民 涉嫌从此间谍活动 违反了中华人民国国的刑法和反间谍法 他说呢 中国当局已经对此采取强制措施 以便进行调查 把人抓了 因为日本是小国 中国欺负他 毛宁解释讲中国是个法制国家 在中国的外国公民必须尊重中国法律 那些违反法律和犯罪的人将被起诉 他抓完人 他想要冠冕堂皇 他说日本政府发言人叫松野博弈 气坏了 在协文记者会上说 日本驻华使馆本月获悉一名50岁到6岁男子 日本男子 违反中国法律 在北京巨崖了 因为他那个安全局每天盯着这个日本人 早就找我一些事 随时都可以拿出一个来调一调 因为日本男人一般来讲都这么讲 很多日本男人特别愿意交女朋友 就容易出事 说松野补充说 在获悉这个逮捕的消息后 日本强烈敦出中国尽快释放这类日本国民 他说呢 东京要求允许对国民进行领事访问 但没有进一步说明 该男子的身份和被捕的原因 不知道 我估计可能搞不好是不是 住中国的一个做生意的可能 或者记者 他说据日本制药公司安斯泰来 发言告诉法律社 这个是个做生意的 男子是雇员 继续提供进一步细节 日媒报道 此人在中国工作了20年 有些都童话了 在这个地方 有的都还不是女朋友了 早上老婆都是中国女的 都生了孩子了 也可能 他说 这个男子是中国日本工商会的前高级负责人 计划在本月返回日本之前被抓 那就早就盯上了 盯上完了以后 你就开始找毛病吧 对不对 他说中国一直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 加强对外国组织个人性审查 14年出台反间谍法 15年出台国安法 有些外国人就被挂押了 自2015年以来出最新案件之外 至少有16名日本的国民 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拘留 对于这一方面 我还是谁有体会啊 我在南冠岭监狱服刑的时候 我在监督港 监督港就相当这个大监狱里边 那个中纪委的角色 就查这个监狱这六七千人违纪的事 比如说你私藏手机 私藏这个短播收音机 私藏什么 这个东西那种对谁违法 但世界在里边大行其道 你只有钱都有 我整天听短播收音机 因为什么咱那个部门就没收的 查完没收就保管在我这个地方 最多的时候有100多部 就是各种这个短播收音机 大部分都是得生牌的 就东莞生产的 都有时候我听这个好 听那个好 全世界新闻当时我随便听啊 但是我当时是没有监控啊 那个监控我走的时候 我是06年释放 那时候才开始按监控 我估计现在恐怕不行了 按监控就看到了 那时候没有监控 正在按 完了我旁边那个 就是和我们一起改造 就在一个走廊的尽头那边 就是叫外籍范 他们是单独的 那里有 我在那时候有那么 有好像有两个 有两个就是日本人 日本凡人啊 囚徒 其中有一个就是间谍 我还和他借书啊 他借给我了啊 和我换书看 我的书给他看 他给我看 我一看 就是那个 就是那小说 就是那个 英文小说啊 我和他交换看 那个间谍啥事也不敢讲 那有四个多岁 我估计那是间谍啊 多一句话都不敢讲啊 总是笑眯眯的 他做什么 在里边做什么呢 做雪糕板 就是你吃那个雪糕 里面有根棍不是吗 就那个东西在外面 用机床撤好以后 那麻袋装起来 大麻袋一个人可脏了 里面有梦穴什么 他捡完了以后 给它堆成一板一板的 多少根在一起捆 就干那个 哎呀 每天都在我那面前走来走去 因为我那站岗 我在那有个座 我坐在那里 其实我在那看书 就是看着这走的人 都经过我同意走 我也不管 你们爱走就走 我跟谁都交朋友 我谁也不得罪啊 因为在那里多危险 你得罪人干嘛 就给你个袖标带的吧 实际上我坐在那里 监狱也监控我 他肯定有人汇报我在干嘛 是吧 反过看书他不就放心吗 那个间谍从我身边走来走去的 也没有什么 给我感觉挺老实的 可能就共产党整个害怕的 我不知道现在放不放 可能放了 放了他在日本人看的这个电视一看 这不是监督港 江云平 他们知道我这个人 这有个记者压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 那么那里还有台湾的 还有这个香港的 主要是这些 还有一个好像是 什么什么 斯里兰卡 不是斯里兰卡 反正就是非洲的小地方 你都不怎么打理他 后来这个日本的 据说日本的就是那个国家庭 重视囚徒 就把他们都 都调走 调到北京 说北京调节好 北京有健身房 还有游泳馆 就监狱里边 调节好 走了一些 但是那个间谍一直在咱们 在咱们那个 南关的监狱复兴 叫外籍份 那个小组 他们是单独管理的 这个有个警察怎么管 那个警察和我是 和我就是 非常熟悉的地方 他是辽阳来的 那个警察 我记得他清楚 那警察素质挺好 他不打人 挺文明的 但他和我讲话很谨慎 我估计监狱有控制 他没怎么和我讲几句话 不过每天从我身边走来走去 反正看走那步伐的人 座有座向 债有债向 他管理那些外籍份 外籍份 可以一个月出去 开车去买东西 就是警察去给你买 就比如说你要什么东西 写上清单 他给你买回来 就像到超市买 给你个清单给你 备案什么 他管理挺严的 相对比较宽松 我们就苦 不能在外边买东西 这都以后详细讲这事 那么今天看来 他要打这张牌 抓日本人 他说外交部毛宁讲 近年来有几期 他说涉及日本公民的类似案件 日本应该在惩戒和呼吁 公民遵守秩序方面做得更好 其实他不懂 你犯是敏感人物 其实已经不是敏感人 现在凡是外上在中国 住宅的头面人物 都有人看着 尤其是外国的记者 在中国大陆 在24小时 你都在监控之内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我到香港 和汇报工作 香港和汇报是共产党的 报纸 人家都对我 都是20小时 我不是自己不知道 他什么都有啊 这共产党太厉害了 共产党是一个特务治国 这么一个国家 他说2019年10月 一名日本大学教授 因间谍罪被北京扣押 次年他被释放了 我在南国陵监狱 那时候我是没见到过 但我听说过 还有一个是导文物出事的 还判挺重的 判了好像是无期什么 他审理的那个法院是 专门有个法院审理你 导卖文物的 叫专业法院 是陕西 设在陕西中心里面 法院的 你共产党搞这套东西 绝对有办法 但有事要跟你讲的 那个日本记者 日本的人 专门导文物的 叫一个走四岁 判得很重 叫大倒帽 这挺有意思 我现在想起这个事了 因为前段时间 我就讲了一期 我自己的生活 我这个人不爱讲我自己 所以就停止了 等将来可以恢复 他说2022年3月 中国外交部宣布 拘留移民 从事间谍活动中 中国男子 据日本媒体报道 该男子也在日本大学工作过 现在看来 中国国可以打这张牌 就间谍牌 其实就是人质外交 我抓你的公民了 然后逼迫你的国家 领导人正要向我低头 我就放一个人 你看 中国国就玩这东西 澳大利亚不现在被抓 共民被抓 杨红军们到现在没放 还有那个成磊 就西平开始玩起来 人质外交 下个节目再讲更多的新闻 谢谢